我們現在來到南港的中南街 聽說這裡也是一條老街 然後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是南港的基督教長老教會 那我們現在要請我們的吳老師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間教會的歷史 是 好 這個教會滿久了你知道 他在1874年的時候就創立了 他是馬街當年在北台灣地區 所創辦的元老級的基督教長老教會之一 那今年正好是馬街博士 到台灣來傳教150周年紀念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教長 會想到早年很多事情 因為這個教長很有意思 他當年蓋好創辦之後 八年才八年 然後馬街把這個教會的業務活動 傳播福音的活動 我們就移到現在的汐止去 然後在那邊待了幾十年 46年之後又才回到南港 這地方來繼續傳教 所以那這個教長的存在 很重要就是見證 早年汐止以及南港這一帶 有關基督教的傳播 福音的傳播的歷史 一個很重要的見證 是 所以他們現在後來就40多年後 又再回到這裡 重新蓋了這一棟 他其實是這樣 他回來以後他有先蓋 蓋了以後又拆了兩次 又拆了兩次 對 最後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面貌 為什麼會被拆掉 他因為第一次是因為白羽的關係 白羽 對 因為那時候白羽的起床非常嚴重 因為那時候是木造建築 所以會被白羽吃這樣 不是 他除了他還有竹子 爪子 對對對 所以他那個白羽很嚴重 那時候拆掉蟲蓋 那後來又噴到一些特殊的情況 所以宗教上所謂的異象 那然後就是拆掉蟲蓋 總之他回來南港這裡以後 曾經經歷過三次的新建 那這是我們看到現在的最新的面貌 所以也是經歷了很多波折 對 就是這樣一百五十年下來 對 那我們一般看這種教會 一般有時候會問 好像天主教也是很類似的宗教 大概他們的先後 創建的先後 先有天主教 然後才有基督教 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那基督長寨教會 其實它是非常的陸式的一個宗教 就是它盡量的融入這個社會 盡量融入這個社會 所以你知道我們前台灣 在教會裡面唱歌仔戲 請歌仔戲進來唱 教會來唱戲 最早的是基督長寨教會 在雲林土庫 雲林土庫 那真的很本土 很在地的感覺 他們是 而且甚至 剛剛也提到 說 那個 版條後譜教會 他們還是可以 給你唱歌仔戲 這在其他教會 也是很難得見的 對 為了能夠讓這個基督教 能夠融入 就是在地民造的生活 對 長寨教會 也是做了很多的 很多的創意 對 而且他們對台灣的民主化 過程奉獻了很大的行李 台灣的解嚴 跟他們都有很大的關係 對 因為他們認為說 為主做工 就是要照顧到 在地上的這些信眾 против breakup 對 對 為主 人數不足 探討